剛剛這個地方就是各區的比例圖要怎麼做 其實有哪些重點 各區比例圖第一個 請你把這個上面的合計改一下 叫各區比例圖好了 然後一樣把這個標題一樣複製 Ctrl C 這邊Ctrl V 把這個工作表名稱改成跟標題名稱一樣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去修正 這個也把它改一下 這個格式一樣我把它換成 字稍微大一點點好了 大概就放大字 然後顏色換一下 那最後的話呢 有沒有哪些不完美的地方 有 你會發現這個圖 其實雖然說 顏色是很分明 而且比例也蠻明確 只是說上面沒有告訴我 到底哪一個是中山 有啦中山區 可是你變成你要看右邊的圖裡 看的有點辛苦是真的 OK有沒有 尤其是這有些藍色很多都相信 所以你有時候看這顏色到底哪一個 像大安區是這顏色 跟中山區的顏色好像有點接近 所以看的很痛苦 所以一般的話呢 如果你要讓人家更易於去看懂這個圖的話 通常會直接在這個圓形圖上面 直接就加上標籤 有沒有 那加標籤怎麼加 按右鍵 記得喔 如果你假設要在上面加標籤的話 那很簡單 直接在這邊加一個新增資料標籤就好了 不過呢 新增資料標籤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叫做圖說文字 一個叫資料標籤 當然我比較推薦是用圖說文字 因為圖說文字的話呢 它其實非常簡單 你點了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馬上跳出哪一區佔比多少 其實還蠻容易的啦 OK 不過我跟各位講喔 這個圖說 剛剛這個叫做圖說文字 只有在2013以後的版本 好像才 Excel的2013以後 所以假設你的版本太舊 或是比較早 我不確定MAC裡面有沒有圖說文字 MAC有嗎 有啊 只是它不是在右邊看而已 它在另外一個地方 它在上面看 它位置不在那邊就對了 OK 好 那如果假如你不用圖說文字的話 其實Ctrl D一下 如果假設你要用另外一個按右鍵 新增資料標籤 它上面這邊有一個叫資料標籤的 它兩個嘛 那它比較麻煩 如果你用這個可不可以做出來 一樣可以 只是麻煩了一點 假設你的版本沒有這個功能的話 你可以用資料標籤 但是資料標籤 它第一個你會發現 它雖然有幫你加標籤 可是它加的位置有點怪 而且加的東西也不是你要的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加在哪裡 加在這個圓平面裡面 那我們要的不是這個啊 我們要的是它的 最好是給我什麼 給我它哪一區 然後最好它的什麼 它的數量或者比例加一下 我可能我比較想要看到比例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你如果新增標籤 你有另外一個方法按右鍵 然後你會發現呢 再把它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修改的話呢 在按右鍵之後 這邊有個叫資料標籤的格式 如果你選這個選項之後的話 請你注意看右邊 它會多出一個頁面讓你做修改 那很簡單喔 它會跳出一個頁面 預設的地方標籤包含 預設的值對不對 請你把它改成標籤名稱 名稱就出來了 有沒有 哪一區就出來了 然後呢 值如果要把它變成百分比的話 你就把它百分比打勾 那原來的值不要打勾取消 這樣就OK 所以其實喔 這個資料標籤格式設定裡面 就是這一個跟這個打勾 這個打勾取消 這樣就OK了 不過你會想說 老師那這個好像還是怪怪的耶 因為它這些顯示都OK 可是這個中正區有沒有 它字是黑的 它的底色是深藍的 實在是看得很不清楚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讓它 可以讓它看得更清楚的話 我是建議底下一個選項 叫做標籤位置 乾脆終點外側算了 也就是說怎麼樣 乾脆把它放外面好了 如果你終點那一側就變放裡面 我不要我就放終點外側 這樣它就放在外面了 那其他你說 你如果要修改每個的位置可不可以改 可以啦 你就先點 現在是全選 你可以點旁邊一下 再去點這一個 比如這個要往裡面的話 你就先點全部 再點它 然後往裡面 應該可以調整 往裡面的話 這可以調整它的位置 也可以稍微微調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兩種資料標籤的用法 如果你假設你不要用這麼麻煩的標籤 你就是用圖說文字 也OK 兩個方法 那最後的話 這個圖例應該也就不需要 我是覺得這個圖例好像有多餘 這個圖例就把它拿掉 這個圖例 那拿掉的方式呢 跟我們剛剛講的一樣 這邊有加號對不對 你把圖例打勾取消 這樣就OK了 那最後完成大概就長這樣子 那不過有同學說 可是我想要凸顯一下中山區 是比較比例多的部分 那一般的話 我們會把那個比例部分把它分開來一點 應該有看過吧 一般會凸顯的話 所以如果你要凸顯它的話 你可以先點全部 再點中山區 再把它按住 左鍵不放往外推 有沒有 它就分開來了 OK 不過在英文裡面是expulsion 好像是炸開 所以有人把它翻譯成叫炸開 所以有時候我看書裡面寫說 我們把那個東西炸開 我想說炸開這麼嚴重 不是 應該叫分開就好了 你叫炸開 那為什麼叫炸開 因為它直接翻譯 因為英文就是expulsion expulsion就是炸開 難道expulsion有別的意思嗎 應該 所以就有點像質疑 不過我們知道意思啦 其實意思是把它 應該算是分開就好了 不用講太複雜的 如果你要讓它合在一起的話 你就再點它往內推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樣的話呢 就是把它分開 有沒有 OK 這樣的話呢 就把它合併了 OK 好 就完成了 那這一個部分呢 我們就已經又解決了 第二個問題了 我們今天有三個問題 看進度應該是可以啦 OK 所以第三個問題最難了 第三個問題什麼問題呢 我想要知道什麼 哪一條路 當然也有街啦 或者道 有沒有 什麼什麼路吧 比如像我們和平公路 有沒有 OK 一段 然後 街的話可能就是像什麼 沥水街 有沒有 OK是街嘛 那道的話可能就是市民大道 或者叫凱達格蘭大道 都是道 所以等於是說呢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呢 就是某一條路上面 的切到按鍵最多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一樣嘛 首先 如果沒有這個欄位的話 所以SOP都固定嘛 第一個如果你要做樞紐分析之前 你要先確認有沒有這個欄位 如果沒有的話呢 那你就把它先產生出來 所以第一個 它怎麼產生 看一下 有沒有這個東西 有耶 在那個發生地點裡面有 所以我就在H這邊加一個路街道 好這樣 第二個的話呢 我希望把廈門街 廈門街這個 有沒有 還有什麼呢 萬寧街 宗孝東路 把它怎麼樣 把它直接放到路街道這邊來的話 當問題喔 好像比想像中困難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它好像沒有一個 這一次像之前不是有一個刮壺好了 直接幫我刮起來 然後我就找前刮壺 找後刮壺 把裡面資料拿出來 那就簡單的 但問題這裡沒有刮壺 沒有刮壺 好 那你想說好沒刮壺算了 要不要想說別的方法 很悲劇的就是說 它好像 好像很沒有規則耶 有沒有 你們可以分析一下 像廈門街前面這個字叫什麼 叫區 那萬寧街前面這個字叫里 宗孝東路前面叫里 這個叫區 有沒有 所以你分析結果 我就很認真地想要找答案 後來我從頭一直分析下來 我發現那條路的名稱前面 可能的字只有三個 第一個是什麼呢 第一個是0 有沒有 也就是說啦 地址0 不過我是覺得它這個地址真的不同意 其實你要不要就統一一下嘛 就是所有都是0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街什麼路 這樣我就簡單了 可是不是耶 它可能有0 好 也可能呢 沒有0 那前面這個字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0 有沒有 第二種可能性 第三個可能性呢 就是沒有0也沒有理 那可能就是區的 所以喔 可能性有三種 好 問題來了怎麼辦 沒關係啦 反正可以做邏輯判斷嘛 所以這裡的話 想到的方法 原則上大概就是用φ函數 那φ函數可能就是什麼 先φ0 如果有0的話 先告訴我0的位置 如果找不到的話 再用if where 有沒有 去找里 如果呢 再找不到里的話呢 再去找區 所以基本上會 fy三次 然後外面包 if where 有沒有 就是讓它跑幾次 應該跑三次嘛 一次 然後讓它產生一個公式 那就知道說 這一個路接到前面那個字 到底應該是哪一個字了 不過光講就已經講那麼複雜了 寫怎麼寫得出來 對不對齁 好啦 我們試試看好了 不過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你知道喔 我在雲端上是有請教了一下那個 那個 那個ChargeBT 請他幫我寫 後來發現他有把它寫正確了 只是說這個位置好像滿後面的 我看一下 我是有請那個ChargeBT 幫我去寫這個 那但是我的敘述真的很長 這個應該在雲端辦 現在第十頁的地方 請幫我撰寫以Sale公司 對不對齁 那問題是說呢 我的敘述 我是直接用F7 你說老師為什麼用F7 因為只有F7裡面有0這個字 上面的都沒有 那因為如果你用別的 別的位置 你沒辦法表現出你的地址的0 這個完整的訊息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假設我的資料F7裡面是這個裡面的文字 我把它貼過來 然後我還指定跟他講說 用φ函數 因為我怕他說 用別的函數會結果不正確 所以直接乾脆跟他講說 你用φ函數 然後尋找0的位置 OK 那後面就是跟他敘述 如果沒有0再去找0 如果沒有0再去找0 他應該聽懂我的意思 結果最後他就給我一個公 一個公式 然後把它Ctrl C一下 然後直接把它貼 貼的話應該是F7 所以對應的位置 應該就是對應到哪裡 對應到H7這個位置 把它貼上看看 然後打個勾 11 11對不對 應該沒錯了 然後向上填滿看看 向下填滿 應該都抓到了 這個6我看一下對不對 1 2 3 4 5 6 對 等於是區的位置 是在第六個字 我只要再加1 那不就下門接的第一個字 對 所以等於是說 他給我的這個公式 其實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我們細部來看一下 其實他寫的部分 應該也是符合我要的 就是說 他是先fine 0這個字 在F7裡面的位置 那如果有找到的話 那就是直接輸出11 反之的話呢 就是發生錯誤 就是讓他繼續找什麼 找里這個字 然後如果里再找不到 那就再去找區 理論上應該這個是可以用的一個公式 如果假設 這段我是把它貼在雲端上面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0頁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第一個單元 這個 那你可以卷軸往下拉 拉到第10頁 第10頁 把過頭 OK 這邊喔 這邊就有這個公式 那上面這邊就有我跟那個Charlie B的對話 那你可以參考一下 其實我試了好多次應該是沒有問題 他就是給我這個公式 也是對的 那至於細節部分的話 可能你們自己再試一下 OK這個 這個就 或者說你有別的方法沒關係 不是唯一的答案 你只要能夠抓得到 零里區的位置就可以了 那如果做完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當然你說這個結果OK 因為不OK 還有 還有 有些地方 還沒完成 因為我要怎麼樣 我要取那個字 所以我就把這個公式再減下 這個時候好像就不用從H7了 我直接從這邊開始好了 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先減下 減下之後的話 再插入第二個函數 就MID就可以了 因為我已經知道說他從哪個字開始 所以我就再插入MID之後 第一個參數給他的完整地址 第二個參數就貼上剛剛的公式 記得後面要加1 為什麼要加1呢 因為我們找到的是 零里區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找 假設你沒有加1的話 他就抓到資料 會有零里區那些字在前面 所以記得把剛剛的公式貼上加1 然後字數的話呢 字數是最難的 字數我們先給三個字 假設 如果路接到都三個字 我們暫時先不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先輸入3按確定 你會發現廈門接就抓到了 向下填滿 好像已經很接近了 底下的話基本上都是三個字 假設如果剛好路接到都三個字 那這個就解決了 可是問題不是耶 師傅老師 有的四個字就不OK了耶 有沒有 還好沒有五個字了吧 應該沒有五個字 我不知道 反正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知道 最後一個問題 到底幾個字的話 要更精確的完成這個問題 應該怎麼做 其實如果你要完成這個問題 也不難 變成說你要解決什麼問題 就是你尾巴這個字 到底是路還是接還是到 那你想說 老師剛好也是三個邏輯耶 它可能是路 要不然就是接 要不然就是到 好像跟剛剛那個靈體區的公式 還滿接近的耶 對 所以其實我想到一個辦法 我們乾脆呢 直接把剛剛的那個公式有沒有 直接就貼過來算了 所以我就直接拿剛剛這個公式 那改一下 改什麼 等號不要 就是這個後面這個公式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貼上之後改成路接到就可以了 那你說這樣的話 不就找到後面那個字 那我只要把後面那個字的位置 剪掉前面這個字的位置的話 那我就知道它幾個字了 OK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先貼 貼過來一次 然後先改成剛剛的0里區 所以你要找一下0 這個改成路好了 OK 然後這個是路 這個是接 這個順序的話 說真的不一定要按照這個順序 其實路接到 因為它只會出現一個 不會重複 所以你哪個先哪個後應該不影響 路接到 OK 那我知道後面的字的位置在剪掉 所以再一次剪 記得喔 改路接到之後 再加一個剪 然後再把剛剛的公式再貼一次 好 這樣子就完成了 那我就知道說 後面的字 剪掉前面的字 那總共就三個字 那這樣OK 按確定 那向下填滿 理論上應該就可以了 不過這邊好像有一個錯誤 這是什麼 這個是問號理 是不是應該問號的關係 他這邊好像資料本身有錯 不然的話 如果你 假如把這個理拿掉看看 就是區好了 這個 這個的話 他多了一個 一啊 多取了一個字 這邊也一樣的問題 還是選擇 說可以 在這裏 先說 是 他最想整個 甚至 他最想做的 臭 他最想做的 微量 我 ボタ